要看小貓 要看小貓 看不看小貓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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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克里斯岛了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最近各种信息 包括 还有的通灵 还有 刚刚开始通灵的小伙伴们 其实都已经开始了 不约而同的一个主题 什么呢 一起自己的身份 一起你的真实身份 当然这是一条不大的回归之路 但是呢 它就可以让你更加坚定的 扎实在 回归本质的道路上 而不会让你在 选择回去走老路 这也为什么这个时期 在如此能量的大灵灵之下 会有如此多的信息 如此的统一 回归本质 一起你的真实身份 你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是非洲板块和欧洲板块的交汇地带 所以在这里 非洲板块俯冲向下 扎到了欧洲板块之下 所以克里河岛的附近 都是地板活动一堂活跃的地方 也是地中海最深的周围区域 当然也是地震最剧烈的地方 当然历史上的大的沿江活动和地震活动 都留下了印记 但是依然没有把这个岛给摧毁了 都是在它的周边地带 所以 所以一起你的身份是很重要的 大家不只要去抓住 抓去各种今天会发生什么 明天会发生什么 未来会发生什么 你会发生什么 它会发生什么 地球会发生什么 天空会发生什么 不只要抓去这些信息 更重要的 一起你自己的信息 一起你是谁 我也是经历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起你的身份的最直接的方法 就是去直接问 你可以在你的口中念 也可以在你的脑中念 都可以 你直接问 我的上一次是谁 都干过什么 我的上升式都干出了什么 我是谁 我和我周边人的关系是什么样子的 为什么我们会走在一起 在原始人时期我在做什么 在这个国家我在做什么 我有没有其他国家的历史 在地球上 我最古老的时期做的是什么 在其他星球上 我做的是什么 我是谁 所以你可以直接问 然后告诉我们 或者是天空和非传在 你输出什么 要不从你的基因里提取 要不直接传送信息给你 所以我一开始的信息 大部分都是这么得到的 我会每天有无数的问题要去问 所以每天都会有一些被选择过的 被过滤过的信息 这些信息不会影响到你的现有的业力 以及不能过早的透露你和最亲密的人 或者其他的客户队阻碍你进一步待下去 试图逃入一个地区的相关信息 所以都是过滤过的 但是当你选择挑战的时候 会把你历史上最深刻 最无法让你接受 最惨不忍懂 当你勇敢管一面对的时候 会把这些信息推送给你 成为那个时期 你画出你更大的跃迁的一步的吹动力 我们打算今天我们要在这个城市 是灯船的 灯邮轮的 结果因为风太大了 转移到了另外一个甘迪亚塔 无法在这个方向套岸了 当然肯定不是在这儿停了 但我在想甘迪亚塔是不是也能够提高呢 所以你的身边的任何人 无论是你认为的 善良的 不善良的 对你好的 不对你好的 你所在的国家去过的地方 所有这些信息 所有这些印记 都与你的历史有关 都与你过往的身份有关 都与你是谁有关 所以一开始呢 我就是这么直接去问 但是这个方法呢 有一个 后来吧 后来有一个让我不太舒服的地方 就是什么呀 每次推送完之后 晚上就和没睡过叫一般 非常的不舒服 但是 对一开始好奇你来说 这个不舒服是可以忍受的 当然后面后来我的信息 我想得到的信息 或者我想知道的信息 差不多都已经知道了 也可以加上自己那些想象 能连成一条线了 差不多我也就停止了 万不得已 不会再用这种方法了 因为它确实让你晚上 感觉没睡觉一般 硬塞进来的 或者有人进你的房间 硬塞给你 或者透过你的房间 透过你所在的天空 硬塞给你 或者呢 直接从你的基因里面提取 无论怎么样 都得有人靠近你才行 所以 这个过程 大家要做好心理准备 因为我看到过 有人接近我的爱人 当然是无形的影子了 瞬间就没有了 它会不断的 通过一些信息的提取 一些信息的塞入 让你获扯 获怨迁 所以在后来呢 就是上回跟大家提取的 大家说到的 哇 晓智市的科幅 生活了一段时间的 它的装身伴侣 它也给我做过一次量子阅读 那次量子阅读 相当的曲折坎坷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付款老付不到 它是要求 100美元一次 我给了100欧元 但是呢 通过西联储蓄 转账的时候 什么都转不过去 大家知道 西联储蓄转账很简单很方便 发个邮件 然后你去银行去取钱就可以了 但是呢 折腾了一周 所以 好了 还跟我说 事后跟我说 他都有点想放弃了 确实中间他的信 邮件里面都已经提到过 要不要就不要做了 但是我有强烈的推动力 想要得到这个信息 所以 即使有一周的折腾的时间 最后还是成功了 这一次把我的身份呢 就回溯到了大天使的团队 所以到这个时期开始 基本就已经 踏实在了一个 一个境界也好 一个位置也好 一个身份也好 知道自己 中途是从哪来的 再往前跃迁的话 再往前追溯的话 那就要追溯到源头灵魂了 所以 差不多 最身份的追溯了 就停止了 所以到现在为止 大家看到的所有的信息 其实都是和什么呀 源头灵魂有关的 就是我们说的 来自和一之境的源头 不管你是不是从那里来的 或者能否一起来 那都是一条什么呀 回归的 暂时的 暂时的 止境者 可以 可以 可以作为一个段 但是 不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时期 会如此多的 读书大家 遗起你的身份 不管你是算命也好 不管你是直接问 通过梦境回溯历史也好 还是通过通灵师 量子越多也好 其实在美国和欧洲很多的地方 早已开始了这个进程 有一天 大量的女性们 大量的女性们 美国的女性们 欧洲的女性们 突然有一天都不对什么呀 都觉得YouTube上的视频 已经看烦了 看腻了 Facebook也看烦了 看腻了 于是 催眠师也好 通灵师也好 去回溯自己的历史 特别是什么呀 他们个人中的一件事情 去 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灾难 预测未来可能发生的无限的事情 这是他们比较感兴趣的 但同时呢 也预起了他们的身份 包括合一之约小朋友 现在开始通灵 那之前呢 他也是经历了身份 识别 身份确认 之后开始的 所以 这是一个 非常令人兴奋的一条道路 每个人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一旦你的身份被揭开 阶段性的身份被揭开 段落性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往事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古代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五千年前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一万年前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亚特兰蒂斯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亚 亚莫里亚文明的身份被揭开 列幕里亚文明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地球上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其他星球上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大脚星人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某树星人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作为天使大天使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作为佛作为菩萨的身份被揭开 你的作为源头灵魂的身份被揭开 你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境遇 和工作 你的心的使命会需要你这样的身份 去踏实 去扩展 去进化 去不断的去 回归你的本质 不断的去重新去融入你的灵魂和你的肉体 重新去认识 你作为一个灵魂 作为一个光体 作为一个能量 作为一个原子 所经历的世界 祝福大家 我们下方的知识 那是什么 看看 不错 什么 我们下方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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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扩展 你 我们下方的知识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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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